黎明失去心爱的妻子 想尽办法 让老婆还魂回家 王罗丹 还魂回家的老婆 却不知道自己是灵魂 林俊杰 住在隔壁的老王 嗯 是表弟 本片纯属灵魂系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段 凄惨的爱情故事 黎明饰演的凯峰 与王罗丹饰演的秋杰 原是一对抗力 他们兴趣相逃 感情深厚 婚后的一切都美好的 无以复加 然而所有的爱恋 都因了一次 珠穆朗玛风登山意外 发生雪崩 戛然而止 黎明从此形影相调 魂魂噩噩 每天都沉迷于酒精的刺激中 无法自拔 她一天天的销售 颓废 可即使如此 也无法减轻对妻子的思念 偶然的一次午夜访谈节目 灵魂也就是传说中的神婆 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灵魂其实是可以回来的 要招魂 有两招 No.1 要么做逝者生前喜欢的事 No.2 要么做逝者生前最讨厌的事 让他看到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你 需要回来照顾你 结果黎明果断选择了后者 哎呀妈呀 这这吓唬谁呢 你当快跟五岁小孩啊 第二天清晨 黎明醒来发现 家里全变样了 成功的把王妻王老丹给招回来了 而且鬼魂还把厨房都收拾得一尘不染 看真完美 你妈 这年都让鬼魂回来 比让前人回头都容易 这把黎明激动的赶快去找神婆 可神婆告诉她 只有真正爱她的人才能看见她 不爱她的人看不见 而且不能让她知道自己是灵魂 否则她就会很快消失 你说这老公孩子能看见她都能理解 这隔壁的表弟邻居杰能看见表嫂 快个子就觉得有种不一样的干脚呢 一家三口又开始了快乐幸福的生活 这时候我只求小孩的心里应有面积有多大 你们让他长大了以后 怎么面对自己的眼睛 这世界他妈能不能别虚构 看着两人成天只要老公 老婆的叫着 快哥我也真是不能再忍 黎明真的是老哭了 装嫩的刘海 发型堪称黎大妈 整个屏幕全部都是你们这两张脸 快哥的尴尬症就要犯了 能不能场内别吃爆米花 手机全部静音 让快哥安安静静的睡一会儿 最后编剧的大笔一挥 剧情大反转 在珠穆朗玛峰发现的尸体竟是他 黎明才是还魂 隔着屏幕 快哥都能看见珍珍傲娇的模样 加上黎明五毛钱特效的双手 开始在屏幕前挥发散去 爱情狗血台词上场 别走 欧帕我需要你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全满了